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荷兰和德国的专业设计师设计打造的 位于北京的商务中心 总耗资高达200亿元人民币 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张脸面了 其次同样是位于北京商务中心的一座著名建筑 中国尊 这座建筑的总面积达到了43.7万平方米 总高度也有528米 是北京最高的地标性建筑 总耗资更是高达240亿元人民币 比中央电视台的总部大楼耗资还要大出许多 据了解 这座建筑可以同时容纳1.2万人办公 可以说这座建筑落成极大解决了北京的部分就业问题 接下来是上海中心大厦 据了解 这座建筑高度达到了632米 是我国最高的摩天大楼 而这座建筑的耗资也是达到了150亿元人民币 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座金楼之一 除了以上三座耗资巨大的建筑外 还有位于重庆的国际金融中心 位于深圳城区的平安国际金融大厦 以及武汉的绿地中心 其中武汉的绿地中心耗资尤为巨大 总耗资竟然超过了300亿元人民币 不过这座建筑还没有正式完工 预计在2019年才能投入使用 它的预计高度为636米 届时它将超越上海中心大厦 成为我国最高的建筑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